交通大学艺文中心的艺术多宝格 最近摆上了许多小型的木雕艺术品 木头淡淡的香气飘散在整个展场里 不引起人家的注意也难 这些作品是木雕艺术家杨世松提供 他搜集许多人家不要的旧木料 依据木头的纹理 慢慢雕成一个个小巧可爱的作品 赋予旧木头新的生命 这个作品是我的舅舅杨世松先生的作品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学过着花 这样的雕刻艺术的技巧 然后这一次是利用回收的木材 然后重新赋予他生命 那他说是根据木材原本的形状再下去雕刻 然后很多就是小动物这样的造型 那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他的孙子当作玩具 所以可能物件本身都不大 然后没想到越做越多 然后借这个机会跟亲族的朋友分享他的作品 策展人刘玉佳是杨世松的侄女 他也非常喜欢舅舅的艺术品 他说同样一个木雕 只要转到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欣赏感觉 杨世松的木雕就是这样的有意思 除了他的造型很精巧之外 你可以仔细地发现他的造型跟这个纹理之间 是有相辅相成的趣味 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到这个姿态跟他的趣味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角度欣赏 在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见这个木雕作品的趣味 非常有趣 所以越幻想越觉得他的生命力 蕴含在这个木雕作品中 在杨世松的作品中 有很多木雕的造型都是猫咪 可爱的猫咪就像是从木头中长出来一样 这是源自于杨世松对猫咪的喜好 他觉得猫咪最能表现木头的特点 像这一件作品是张木 那如果说拿起来其实还近一点都还可以闻到张木的香味 那他根据这个木头分支的这个角度 刚好做两个猫咪头的造型 那其实我有问过艺术家为什么特别喜欢做猫咪 他就说可能就是对这个小动物的喜好 然后因为做久了很熟熟 他觉得说最能够用木材来展现他的特点 如果你也是木雕艺术品的爱好者 不妨前来交代艺文中心的艺术多宝格 欣赏这场木的奇幻之旅展览 透过木雕作品了解杨世松玩味艺术的趣味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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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